好 提到網拍 這個以網拍model 李玉芬領軍的Dream Girls 以美少女的形象來出道 非常受到宅男的歡迎 不過您知道嗎 今天這其中的一位韓籍的團員 他呢 他自己爆料之前 來台灣之前呢 在韓國呢 有一度喔 被經紀公司騙去陪吃 最後只好硬著頭皮 請爸爸媽媽都出面了 陪了將近百萬元台幣來贖身 大家好 我們是Dream Girls 超級美少女團體Dream Girls 由模特兒李玉芬領軍 正式出道沒多久 卻爆出韓籍團員宋米琴 在南韓發展的時候 差點被經紀公司騙去陪吃飯 宋米琴說 他曾經與前後幾家經紀公司合作 但是都育人不熟 有一家分帳不清 A走通告酬勞 另一家更逞 以事件當作理由 騙他出席飯局 讓他非常害怕 最後只好花錢消災 提前解約 硬著頭皮請父母出面 賠了近百萬台幣才贖身 雖然是韓國人 但由於宋米琴 在天津念過高中大學 會說流利的中文 音樂機會下轉在台灣演藝圈 本來家人還反對 擔心他又碰上不肖的經紀公司 但宋米琴還是決定再試一試 自爆自己 差點淪為陪吃女星成為焦點 以讓韓國演藝圈的負面話題 再添一筆 專訊台北總好早